我们讲到这个Google相簿 刚才有关于设定的部分 都跟各位主要重点的都讲完了之后 你慢慢倒退回来 倒退回来就是Google相簿看到的照片 有这些东西 然后你只要去注意你的右下角 有没有可能跑出一个双箭头形成的圆形 或者是出现一个像云朵一样 然后旁边有一条斜线 如果有这样子代表那几张照片 还没备份到云端 它会慢慢的备份 OK 那但是呢 几个重点给各位看 以后我要找照片就非常简单了 以后我要找照片就在上面的搜寻 点下去 你看刚才我说把相似脸孔的 它都跑出来 而且不是只有这五个 这边还有一个箭头 点下去 所有的这边照片 你的相片库里面的所有人脸 都帮你一一辨识出来 那这个辨识出来有什么好处呢 好 比如说来 第一个是我儿子 好 假设我要看找我儿子的照片 我只要点这个图片 一点 所有在我的图片 照片库里面 有出现我儿子的影片 图片 都帮你全部捞出来 你看我这儿子更小的时候 也捞出来 有一些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能够找得到在哪里 帮你捞出来 甚至还有好几张照片 是一大堆人的 我看一下 你看像这里至少有八个人 他一样点进去看一下 你看像我儿子在这 他一样辨识的出来 OK 所以这个Google相簿 他在辨识上非常好用 你看像我要找 我临时要找我的照片 我也点我的照片点进去 这里面只要有出现我的照片的 都会帮我捞出来 有照片有影片的都会捞出来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我就说 以前我们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 常常遇到一个家庭作业 会让我们非常痛苦 就是交全家福的照片 交全家福的照片要重启出来 可是我们有时候在那边找照片 找了老半天 你看以后拍照会拍的很多 我们要找这么多人的照片就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各位做一个动作 比如说你看 为什么我这几张照片有名字 后面的没有 是因为我有给他取名字 比如说那我想 这个没有名字 我想给他取名字 我点进去之后 这边有一个新增名称 你可以点进去 给他取一个 英文也可以 中文也可以 昵称也可以 你自己觉得好打的 打完了之后呢 那到时候他这边 到时候他这边就会多出个名字 就像这样子了 好 那我要找全家福怎么找呢 嘿你看像我儿子 我给他取名字叫Bobby 那我叫冲 然后我女儿叫Melissa 我太太叫Nessie 好 假设我要找全家福的照片怎么找 你看哦 在搜寻当中 我就打 B-O-B-B-Y 逗点 那我的叫冲 C-H-O-N-G 逗点 我女儿叫Melissa M-E-L-I-S-S-A 逗点 我太太叫Nessie N-A-N-C-Y 对不起 我把这四个人 我给他取的名字的 都打上去 然后中间是用逗点做分割 逗点哦 然后之后按GoGo 你看 马上图片有四个人存在的 这么多里面 他居然都可以帮我捞出来 你看 我太太 我儿子 我 我女儿 他都可以帮我捞出来 然后包括这里面 你看这么多人 已经有这么多人站了 一样 而且还 你看 你看什么 你看 我女儿还戴眼镜 一样帮我找出来 我太太 我儿子 我女儿 我 都找出来 有的还更多了 你看像这边 慢慢的 像我在这边的照片 这么多人在 他一样可以找得出来 你看 我儿子还被我背着 躲在这里 一样找得出来 了解吗 所以你看 这个找照片 就会非常的容易 甚至呢 我今天呢 我去 我上次去日本的福岗 我想找福岗的照片 没关系 这里你只要打福岗 然后 搜寻 你看 我在福岗那边拍的照片 全部捞出来 非常方便 找资料就已经变了 我记得我有在瀑布前面拍照的 那 或者是我有拍瀑布的照片 所以我就瀑布 等一下 瀑布 然后 打勾勾 你看 只要图片上有跟瀑布相关的 但是它偶尔会辨识错误 你看这根本就没有瀑布啊 它只是一个云彩的感觉 有有啦有啦 在这里 有啦有啦 有瀑布 你看 有在瀑布 相关的照片都帮我捞出来 只是 当然有些它会辨识错误 比如说我想 樱花 等一下 樱花 OK 你看 有樱花的 它都帮我找出来 但是 它是因为看粉红色的 所以就把它捞出来 并不是它很会辨认樱花 这个还在 这个它的功能还在加强当中 但是 找照片就已经非常快 可以吗 好 好